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深澳电厂争议持续延烧,新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昨天指出,如果不盖深澳电厂,台北、新北、基隆、伊兰、桃园等五线市,必须承诺节电10%,对此,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,新北过去几年都是节电冠军,但能源供应是另一回事,为什么非得用高污染的燃煤电厂? 朱立伦今天参加原著名竞技运动会,会后针对深澳电厂议题发表看法,对于张景森提出北部五线市节电10%的想法,朱立伦表示,新北市过去几年都是节电冠军,各线市木节电目标都是1%或2%,新北会继续做好节电工作,但能源供应是另一回事,今天有其他选择,为什么一定要用高污染的燃煤? 这是民众的疑虑,开电或行政院应该说明清楚,朱立伦表示,市民要的是真相,不能牺牲健康换取发电,其他的发电选择是什么,民众也需要知道。 对于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,星期一将前往立法院公布排查会议资料,朱立伦回应,环保署应该站在全民监督的角色,用最高标准保障全民健康及环境维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